中國大陸第四艘航艦004 傳出將採用核動力 搭配最新的土機熔岩反應器 中國大陸的雷射武器 電磁砲部署是否會大幅提前 這是否是解放軍航艦戰力的大要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施夏偉的軍武大官 我是施夏偉 每週二晚上8點 請螢幕前的觀眾朋友 要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 就是要幫我們斗內啦 中國大陸為什麼要打造004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有了三艘航艦 分別是第一艘16號遼寧號 第二艘17號山東號 跟第三艘18號福建號 這個時候第四艘航空母艦 為什麼大家會推測它是要採用核動力呢 其實以今天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來講 動力的確會是成為在作戰上來說 會受制於人的一個短板 為什麼會講它這是一個短板 因為以目前中國大陸 現在的航空母艦還是採用傳統的動力 也就是說它需要不斷的有補給艦 幫它補給油料 它才能夠維持最基本的船的動力跟航行 還有包含艦上戰機的起降 而且其實航空母艦本身非常非常吃油 像以美國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來說的話 它大概以作戰規模 也就是一天大概約150架次的起降 它其實大概每4-5天就要有一艘美國海軍海運司令部的艦隊油輪 幫它加大概28000噸的燃油 28000噸很多喔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它的各種的叉叉湖級的補給艦 大概可以幫好大陸的航空母艦一次加1萬噸的燃油 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油彈補給艦的油量補給 大概只有美軍三分之一的情況下 那這個時候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本身又要吃油 護航艦要吃油 戰機又要吃油 那這時候它所需要補給的頻率 絕對會比美軍4-5天補給一次的頻率還要更高 可能兩天就需要至少一次的這樣的補給 那如果真正作戰的時候 以解放軍現在的油彈補給艦的數量 如何能夠支撐得了這樣的補給需求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其實解放軍很缺乏海外保障基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004號如果能夠採用核動力的話 相對來說航空母艦自己本身的油料就可以省下來了 它可以最大幅度的搭載它所需要的油料 還有包含它藉由船上核電設備所生產出來的清水 讓它又有足夠的油料跟足夠的水 可以讓它持續作戰 同樣的它也可以藉由海上加油的這樣的方式 把它船上的油料去加給其他的艦艇 那你剛剛不是已經說004要核動力了嗎 核動力幹嘛還要有油料呢 它的護航艦要吃油 它的飛機還是要吃油 也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它其實還是要非常密集的 由中國大陸各式的XX湖級的油彈補給艦 來為它補給油料 但至少核動力本身 自己航空母艦本身的用油 就可以大幅大幅的這樣減少 這個差異就非常大 所以也因此對中國大陸來說 它未來它的航空母艦 基本上004它會採用核動力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毫無懸念的 因為畢竟過去的遼寧號 從烏克蘭的一個廢船 把它買來 然後能夠重新把它吸裝 然後能夠讓它服役 已經很不簡單了 然後再依照遼寧號打造山東號 以及透過從遼寧號跟山東號的經驗 參考美國全平通飛行甲板的航空母艦 搭配上彈射器所建造出來的福建號 未來004號航空母艦 我相信它的外型可能會更跟 美國的福特級的航空母艦接近 是採取全平通飛行甲板之外 而且船底還會放大 然後另外把艦導望後移 讓它的船本身能夠具備更好的 艦載機的搭配跟適用的能力 以及改採核動力 這樣才能夠讓解放軍的藍水海軍 更能夠名副其實的 符合它這個藍水海軍 能夠到更遠的大洋 以及離國土更遠的地方進行海外作戰 那當然如果004具備 無限續航力與更高發電能力 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的 遠洋投射能力 能夠提升到什麼程度 是否會首次具備 長期部署於第二島另外的能力 我先說結果 部署第二島另外 而且要長期部署的話 唯一最重要的需求 其實就是海上補給能力 也就是補給保障的能力 這個時候中國大陸其實要在第二島另外 能夠找到更多 對它友好友善的島嶼 能夠讓它的這些油料艦 或是油彈艦 更頻繁的為它的航空母艦進行補給 否則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或戰鬥群 進到第一第二島鏈之間 它維持其實不能更久 這跟它是不是有核動力沒有關係 如果有核動力 當然對它來說 它其實可以帶著它的戰鬥群 能夠甚至要更遠的進到第二島鏈跟第三島鏈 但重點那個是平時 如果是戰時 這個時候解放軍的持續作戰 絕對依賴到 它的各種的這樣的油油料艦 能夠如何的準時的 而且如量的把油料補給它的航空母艦 這個才能夠維持到 它航空母艦持續作戰能力 以現在以美國來講 美國由於它本身是一個全球部署 然後軍力結構 所以它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可以直接跟它買油的補給基地 因此美軍如果在世界各地進行作戰的話 它航空母艦上的用油 基本上它的用油保障是沒有問題的 未來004它採用了核動力 自然它自己本身的航行的距離 可以無限制的延長 但是也不得不好要考慮到 限制004真正行動能力跟行動範圍的 反而還是中國大陸在海上 對戰鬥群或是打擊群的海上補給能力 因為畢竟你航空母艦本身核動力 可以不燒油 但是你的05大驅要燒油 052D驅逐艦要燒油 054A巡防艦也要燒油 艦上的戰鬥機更要燒油 所以也要說長期部署第二島另外的能力 唯一關鍵就是海洋海上補給能力 這個其實是牽涉到它海上補給的 最重要的這樣一個關鍵 當然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在甘肅 成功的進行2兆瓦的土機熔岩的實驗的反應器 土道又燃料轉換 是否已經具備把土機熔岩反應器 小型化跟模組化 航艦在這種環境中最大挑戰會是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今天中國大陸在做 土機熔岩反應器的效果 它已經展現出它在反應器上的領先度了 為什麼前一陣子中國大陸在造一艘大型的 海上的貨櫃輪的時候 那個貨櫃輪其實本身非常大 甚至於比中國大陸現在建造的004航空母艦還要大 那據你能夠給這麼大的這一艘船 能夠提供足夠的電力跟動力 讓這艘船能夠長時間的航行 其實它如果今天這個動力系統 轉用到航空母艦上 唯一航空母艦需要去思考的就是 如何能夠建造足夠堅固的微主體 讓好反應器裡面的東西在任何情況下不至於洩漏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航空母艦這個東西本身是要打仗的 既然是打仗 你就必須要考慮到敵人有可能會將你的航空母艦重傷或是擊毀 其實我們看到過去美國海軍它在建造航空母艦的時候 是把它的核子反應器放在箭身下方 箭身內最深的地方 而且周圍覆蓋了極大的微主體 而且它其實也有自動關斷的功能 我相信今天中國大陸的土機熔岩的反應器 它本身發電效益跟燃料使用成本 其實都比過去的6的燃料要能夠更好 所以在他們的核子反應器的技術來說 在現在來說在世界的部分來講 已經在於一個領先的地位情況下 它到底能夠做出多小型化的 這種所謂的土機熔岩反應器 這個其實要讓大家拭目以待 因為其實我們也看到 目前中國大陸正在建造004號的航空母艦 它都已經安放了 而且它的本身的船體 也開始在逐漸的堆戰的過程中 也就是說因為航空母艦 本身它各個部分都是用模組 然後藉由模組的吊車 把它吊到位置上 然後就像疊積木一樣 整個把它疊起來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004號航空母艦 它其實有留了兩個非常大的 類似像微主體的這樣的設施 也就代表今天這個船 採用核動力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高了 可以說是一個翻牌論定 也就是說已經確定 基本上一定會用到核子動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你今天要進行遠洋作戰 能夠盡最大量的降低你的補級需求 也就是能夠讓你船的補級艦的 補級的間隔能夠拉到最大 當然就是你要採用核動力 才有可能讓你的補級艦 來給你的補級的間隔能夠拉大 因為目前中國大陸綜合油彈補級艦 一次大概可以補級 1萬噸的海上燃油的情況下來說的話 對於一個航空母艦打擊群的作業來講 它其實本身能夠支持的時間 並不是那麼長的 也就是說因為你各種船都要燒油 包含航空母艦自己要燒油 所以它用的頻率會非常高 但是當然未來換成核動力的話 會讓航空母艦省價的油 可以讓其他的包含055 052D 然後054還有上面建載機 能夠使用更長的這樣的時間 當然這個時候其實 是不是中國大陸的土機熔岩反應器 已經具備小型化跟模組化 其實當然也還是要看日後 中國大陸能夠透露出更多的訊息 才能夠略虧一二 畢竟中國大陸有很多的資訊 我們只能從外觀 或是從一些能夠公開取得的資訊上面 去做推測 去做推敲 至於這兩個維主體裡面 裝兩個反應器 還是裝四個反應器 或裝八個反應器 目前也沒有人知道 要等到它最後建造完畢以後 或者你建造的過程中 有更多的這種衛星影像輸出 才能夠被人家大家看到 當然我們看到土機熔岩反應器 如果能夠提供高功率輸出的話 中國大陸是否在2030年以前 於大型艦或大型的水面艦 像004航艦或055D 上面配屬高能的雷射武器或電磁炮 當然如果說你說在航空母艦上 要部署高能雷射武器 這個需求是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航空母艦來講 它本身其實是一個又大 然後又慢的這樣一個目標 雖然說的確 世界各國的航空母艦都會要求 它能夠有接近30節的航速 但是以那麼大的一艘船來講 你跑到30節 其實在海上還是一個非常大 而且速度並不快的這樣一個目標 這個時候用高能雷射武器 它是要幹嘛呢 主要是要作為艦隊自衛 或是航空母艦自我防衛的任務 因為為什麼以這個雷射武器來講 攔截各種反艦飛彈 它的這個雷射武器的效能 都會比我們現有看到的 所有的各種艦載的防空武器 包含類似像密集鎮 也就是我方針快炮 方針快炮或密集鎮 或者是海公羊 C-RAN這類的 或者中國大陸自己研發的 FM系列的進階武器 或是AKA 630快炮等等 它的速度都會比那個更高 因為雷射能夠進行攔截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當然最主要就是要看雷射聚焦 能夠要花多少時間 才能夠摧毀我們剛剛講 類似像反艦飛彈 或是像反艦彈道飛彈 這樣的一個武器 但至少就是說它有了足夠的電力 能夠讓這些武器 相對來講比較能夠更有效率的 運用到這些武器 但是如果說今天要在航空母艦上 本身佩附電磁炮 我個人認為這個可能性就相對來低了 因為電磁炮本身 它其實是一個武力投射的工具 對於航空母艦來講 最有效的武力投射的工具或載台 就是它機場面的艦載機 艦載機能夠維持一個高出擊率 或高的這樣一個攻擊效率的話 這個時候你電磁炮有需要嗎 因為電磁炮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左右 相對來講 艦載機能夠投擲精準導引攻擊武器 如果你的防空網壓制力夠強 你可以飛到敵方很近的地方進行 高磅數的機載武器的這樣一個投射 這時候它所產生的毀傷力 是遠高於電磁炮的 而且我們也講到另外一個重量命題 就是當你要利用電磁炮的時候 距離大概是150公里 這個狀況下的時候 一般航空母艦作戰大概都會離敵方的領土 或是要攻擊目標 大概差不多是以400公里左右這樣的距離 你船上配備電磁炮其實打不到人家 如果敵人艦艇要發射反艦飛彈攻擊你的話 至少距離也都是在150到200公里以上 這時候你的電磁炮要打誰 所以未來配備土機熔岩反應器 裝上了004號航空母艦 它未來真正需要去防堵目標 還是提供足夠的電力 讓高能雷射武器在未來004號的防衛系統 能夠發揮更大的效能 未來中國大陸如果真的有了核動力航空母艦 對於台海第一島鏈 甚至於到關島的軍力平衡 會帶來哪些具體的變化 其實我個人剛剛也有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的戰鬥群或打擊群 能不能夠發揮好效益 關鍵還是來自於它在海上 能夠獲得補給的這樣的能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你航空母艦要持續作戰 你一定要足夠作戰的彈藥跟好油量 那彈藥我相信從航空母艦的角度來講 未來你看到中國大陸的004號航空母艦 它甚至有可能做的會比美國的福特級航空母艦更大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它未來並不需要進行這種所謂的全球部署 也就是說 以目前中國大陸所需要的這樣一個國家威望 或它需要航空母艦替它達成國家目標 並不在於要讓它的航空母艦能夠到地中海 或甚至大西洋去執行作戰 所以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沒有通過蘇伊式運河的需求 這個時候它本身的船的閒寬 其實就可以比美國現役的航空母艦大概75公尺 寬的左右的閒寬要能夠做到更大 更大的航空母艦也意味著它能夠載更多的油 更多的彈藥 這個時候其實本身它的自持作戰能力是足夠的 但是我們也剛剛講到對於航空母艦來講 即便是核動力航空母艦 它還是擺脫不了對奶媽或奶牛 也就是油彈補給艦或是油料艦的這樣依賴 為什麼 因為你戰鬥群裡面其他所有的船 所有飛機通通需要遊 在這個情況下 自然而然的 你如果沒有辦法能夠有足夠油料 也就代表它船上的戰機 初級率要大幅的調降 例如說我們看到去年 當時林肯號航艦打擊群在鴻海執行 反夜門的青年運動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發生一件事 要幫美國海軍林肯號航空母艦 加油的艦隊郵輪 在鴻海附近出了交 出了交的結果 也就是它沒有辦法能夠準時的 提供足夠油料給林肯號航空母艦 林肯號航空母艦 它其實戰鬥群裡面 有一艘快速油彈補給艦 但是快速油彈補給艦的補油的能力 大概就跟中國大陸叉叉湖級 油彈艦基本上差不多的 大概也是1萬噸上下 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 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的 戰機出勤率馬上掉了80% 也就只有維持到原先的兩成 為什麼因為沒有油 它必須要維持到足夠油料 到萬一真正緊急狀況的時候 艦上的戰機還能夠有足夠的油料 持續作戰 所以也就是對一個航空母艦來講 如何能夠持續有效的 對它進行海上補給 才是真正能夠當航空母艦 能夠具有持續戰力 也就是說以現在成平時機來說 進到台海周邊 或者是去到第一第二島鏈之間 或是去到關島 對解放軍航空母艦來說 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就是在於 如果今天當敵對的態勢發生 並且升高 中國大陸如果能夠維持 對它在遠方的海上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持續不斷的燃料補給 那才能夠讓它真正的發揮戰力 如果沒有 其實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基本上還是被圍在第一島鏈裡面 從影像顯示 004型可能有兩個箭手 也就是前飛行甲板 跟兩個箭身斜向甲板的部分 會裝4具電磁彈射器 中國大陸航空母艦的初級率 會接近美軍的尼米茲級 或者福特級嗎 在艦載機編程與甲板作業節奏上 會有哪些可能的突破呢 這個題目 我將會在我們會員專屬影片中 為各位資深軍迷回答 請訂閱頻道 加入會員 解鎖更多軍武會員專屬影片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觀點 我們下週二晚上8點再見